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花费重金 你再看下一张 哎呦 你瞧这个地铁 陈列着很多这个油画呀这些艺术品 你再看 哎呦 这么漂亮的这个地铁 而且是苏联历史的一部分 那么当年在二战期间好多这个战时过这个就是作战会议都是在地铁里开的 三十年代见了 三十年代见了 这么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现在两位信息灵通人士是不是怀疑方向基本上锁定车臣 应该说因为这个就是恐怖分子的头已经找到了 那么从这个乍点判断来说就是头和脚最完整 其他都不完整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从现在发现的这个尸体的这个头部残骸来说 应该是从车臣过来的 那至少俄罗斯方面现在是这么说的 刚才这个叶海林老师就说这事得到一个教训 女人不能得罪 这个黑寡妇 我记得老几年没听说黑寡妇了 好几年没出现了 其实你想想零四年的时候 截俄罗斯的飞机也是两个黑寡妇 而且用的这个炸药材料就是黑锁金 跟这次的方法一模一样 只不过从零四年以后你没法把它带上飞机了 那你飞机没有的话你还有地铁 而且飞机是个千人级百人级的 飞机是个百人级的这个交通工具 那么机场是个千人级的安检规模 地铁是个百万级的安检规模 这个漏洞是非常大的 02年的时候黑寡妇结了俄罗斯那个工人俱乐部 在里边就怎么弄也弄不出来 最后没办法用化油武器 而且化油武器用量大了 这我问问他们为什么老太女的干这事呢 不是女的天生就有仇恨嘛 女的也比较执着 他们都是车身战争当中的寡妇 就是丈夫都是被俄军在两次车身战中当中打死的 或者说不断的对被高加索清剿过程当中的恐怖分子 至少俄军说的是恐怖分子 那么作为他们的兄弟姐妹 或者妻子 或者母亲 这些人是要冤有头战有主来寻 你看寻的就寻到最高指挥部那地铁那去了 哎呦真是 第二个点文化公园那是内务部 就这俩部门具体指挥打车臣 把他们丈夫打死了 他们回过头来又来到这来报仇来了 你看看他们找一些材料 车臣的语言我要说的是 你先看市民在爆炸后的一些语言 莫斯科商人说我们已经没有安全可言了 是这个上班族说 现在两战地的车厂打低要100美元 然后莫斯科退休老人说 我这礼拜不出门 车里亚宾茨克的商人说 明天我硬着头皮飞莫斯科 这恐怖气氛 但是你看车臣 可见商人最勇敢 商人最勇敢 车臣极端分裂组织领导人之一 乌马诺夫 年初在一家网站扬言 血不会只在我们高加索的城镇里流 战火将烧向他们的城市 莫斯科胜必得保 乌马诺夫这句话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血也不太可能再在北高加索流 因为打仗打成这样 车臣的反政府武装 已经没有多少兵员 再跟俄军在正面上 像第一次车臣战争那样 咱们打一个面对面交锋 你有坦克 我有坦克 这种线已经打不起来了 那么两次车臣战争 车臣是个非常小的民族 他差不多已经把自己的这个 就是有生力量 特别是这个壮年男丁 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么这就是刚才宋老师说 为什么要招募女人蛋 因为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男武装力量 可以上战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女人蛋 你没法搜身啊 对对 而且有宗教 对有个宗教禁忌的问题 就是说俄罗斯政府如果强化安检 就会造成更多的人仇恨 俄罗斯政府 宋安检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利用妇女做人蛋 他有一个心理上的好处 他就是他可以对对方的公众形成巨大的心理震受 就是一个女人肯把自己炸上天 他的代表的事业一定是对的 哎呦 而且这女人能藏东西的地方多呀 对 最近不也说 可以往女恐怖分子的乳房臀部里 对 注射炸药 注射炸药 对 那你说这安检怎么查呢 这安检呢 实际上现在水平比较高的 应该说是美国 美国一直在就是伊拉克战争啊 阿富汗经常碰到人蛋 他们也在一直琢磨这个事 比如说他们现在琢磨出一种东西 叫做毫米波雷达 其实毫米波雷达原来四十零蛋就有 后来是打这个坦克呀 打这个小汽车运动目标的 你像以色列什么打动不动 最近在阿富汗老打这种东西 它是分辨率比较高 但是传的比较近 传播比较近 那么看小汽车呢 不用看那么细 它可以看得远一点 但是看你身体里边戴没戴炸弹 这个就比较难 现在坐的距离不能远 现在比较近就在机场里 对 机场里就用这种毫米波雷达 现在不都说是全裸去美国 对对 裸去美国 就是自从那个尼日利亚 那个青年带了炸弹裤衩以后 就都都得照 但是这个距离比较近 但是你像莫斯科地铁这种地方 或者公众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 现在美国这个达帕 就是美国的国防预言局 正在研究一个东西 是50到150米 去针对人弹的这种毫米波雷达 就是它能够在你身上成像 你比如说X光 咱们肯定不能照人 那是射线 对 对吧 咱们地铁里照包可以 里边有没有 如果说是厘米波雷达 肯定是不能做这么细的分辨率 只有毫米波雷达 咱们可能看到美国的那个机场 有时候电视上也有一些画面 对吧 看着停楼 再把枪什么都能看见 就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现在美国正在做50到150米的 但是它比较难 元器件而且费用也很高 其实你做出来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安装的地点 你在机场可以 机场排队 30个人50个人 一个一个排 你要求每个人至少离一米远 或者说我就一个一个地方 我就放上一个隔离堆 我每个隔离堆只取占一个人 理论上说至少你可以把 商榜标最小 那么如果地铁 你也这样做的话 你地铁前面这个安检 前面可能排一万个人 那么恐怖分子干脆不进地铁 他在你的一万个人里 模仿大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地铁 它永远是一个安保的薄弱环节 就是因为它承载人 这个运输的这个人量太大 而且它注定是个 非常拥挤的狭小空间 那么人挤着人 本身就给炸弹放大这个杀伤力 那么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个咱们这个先取下广告 然后再看看北京怎么办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这个半天美国的毫米波雷达 要我说还不如咱北京的狗 咱们可以看点照片 这是北京地铁吧 你看咱们是出狗 狗有什么优势 狗可以闻 其实像它这种黑锁筋 或者顿杆泰安 它都有专门 就像比如说 比如说炸药的名字 对 就比如说毒品 是不是狗专门经过训练就可以闻 那么狗是可以闻的 当时呢 就是洛克比空弹的时候 也有这问题 当时这个就是很多 伊斯兰的恐怖分子 不是带在飞机上吗 后来就发现 研究了半天 那时候还 毫米波雷达这个技术还达不到 就想怎么弄这个炸药 就做了一种电子笔 就是通过它的这个分析 分子分析 但是这个电子笔不可靠 说白了 做了这个统计以后 就是不断的测试测试 发现狗比那个 现在的电子笔还可靠一点 狗鼻的 狗鼻的 所有的炸弹都有味吗 有味 就是它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任何一个化学品 它都是本身就是化学品 它一定是有味的 就是那种味道 可能你人不一定能闻出来 但是狗能闻出来 对吧 哎呦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 咱们中国之所以 现在还挺安定团结 是因为一个是咱不像美国 人人可以有枪 再一个就是都对这个爆炸品 对 我们自己管理的 其实就是说一件 自杀式袭击 能够这个案件 能发生 它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你得有这样一个人 他愿意把自己扎上天 那么这个人是敌方能不能招募到的事 跟我们能不能防止他招募 没什么关系 只要有一种一个少数群体 他有一种普遍的仇恨 他就有人愿意干这个事 那你没办法的 第二个事情 你得有一个易攻击的目标 你比如说如果你对这个 就是说千军万马 看守的那么一个小盒子 去发动袭击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这个地铁 这样一个脆弱目标 它永远摆着呢 就像是说你有银行 就有人抢银行一样 这个目标存在 这你没办法 那么最后你还有一个 它炸药 它总得有一个爆炸物 就人体炸弹 它得是个炸弹才行 那么就是你能不能采取 就是说社会管制手段 它让恐怖分子 接触不到炸药 或者说不能够到 购买到这种 难以检测的这种高级的炸药 那如果它只用黄火药的话 你很容易发现它 是 你像是我们石家庄 会是也出过一个进入超吗 对 它那炸药哪来的 它是好像在工地吧 对 在工地 后来它好像也是通过一些 因为市场经济了以后 说实在 原来计划经济管理 这个东西是比较严的 后来市场经济之后 当时大兴土木嘛 它呢 有很多小的私营的炸药厂 就开始在普通的工地里开始卖 因为它便宜 其实咱们现在也有很多山寨 卖产品 深宰炸药 好像不得了 就是 工中超就是买那个东西 工中超就是从 后来 当然 这个案子出来 就是炸你们石家庄五个楼 好像是 打着车 到一个地上 点一个 最后 后来就一直追到源头 把这个炸药这个事查出来了 是谁谁谁卖的 那个人判刑 判刑以后 咱们对这个炸药的管理 就非常严了 首先源头弄掉 另外 我觉得中国和莫斯科相比 你比如咱们奥运会 第一 咱们有一个一道安检 就是这个 X光的那个 对物品 你进地铁 对我一个包 要走一下 第二 就是 咱们这个 所谓小脚真机队 带红菇的多 你比如说奥运会 这两道是很管用的 因为咱们是好人 咱们不知道 坏人 要干坏事的时候 他走这个时候 他神情是不一样的 咱小脚真机队 老太太 月人无情 一下看出来 小脚真机队不一定 可能有专家在盯着 对吧 就小脚真机队看看 另外还有人在看他 因为你这个群众的 这个整个的 这个叫 我们叫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 汪洋大白 但是你像莫斯科 有一个2004年 有一个女的 人蛋 也是他看那个地铁站上 他想下去 他上面有警察 他就慌了 他就点了 他上面就站了 这个事呢 也有一个回火的效应 对 就是如果这个恐怖分子 到处都觉得 卑躬蛇影的话 不见得就能够 有效的遏止 他发动进攻 一个就是说 他看到警察 我找赶紧 把自己点掉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每天会接到 大量的报警电话 那么使得 指挥中心 非常难处理 对 这次也是说 就是说 之前几天 就见到莫斯科警察 重装备 到处巡逻 说明他的事情 早就知道 对 其实这个反恐中心 每天他可能有几十个 这样的线索要排查 其中95%都是假的 但问题只要一个是真的 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不过像你说的 就是说 找着一个人 愿意把自个儿给炸死 要不说911 为什么对美国人心理上 也是震撼的 就是说 我就分析 他我看他们有的分析 说一个地方 是车臣的地方 连年战乱 实际上已经民不聊生了 对 就本身就是个 生不如死的地方 加上这个阶级愁 民如恨 但是你说都是人民 都是民族 咱在历史上也能看到 有些个民族呢 就比较和 或者说打不打就服了 不同的民族 我想说 还是不一样 就同化你 怎么这个车臣这边的人 这个民性 这个汉勇 这跟你没完 对 不久以前去世 那个索尔尼琴 他当年不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吗 当时斯大林把很多 这个就是所谓异己民族 都给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去了 那么就包括朝鲜族 那么车臣人 还有包括这个大战期间的德国人 那么这些都在哈萨克斯坦居住 然后索尔尼琴就写了 这些人在哈萨克斯坦 这样一个不毛之地 当时是不毛之地 这些人的反应 就很有意思 德国人被流放去干什么 马上开始盖房子 然后盖上房子 就开始养猪种菜 因为他不能从事别的工业了 把自己的生活先过好 他是农耕民族 对 然后就觉得说 我就在这安家了 我也能把日子过得富裕 然后那个朝鲜族干什么呢 先教孩子读书 重视教育 重视教育 然后所以 今天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科学院里边 很多人是姓金的 他们的孩子 最后还有一个少数民族 就是车臣人 这些人干什么 这些人除了当司机之外 什么都不干 他们不买房子 不存钱 不娶老婆 不养家 就一个原则 就是我不认同你 死活就是不服 除了开车以外 对 开车这个时候 他觉得道德上 他可以接受 剩下所有他的事情 他都不为你工作 当年杜达耶夫 和马斯哈多夫 就是车臣共和国总统 第一个 最后举枪自杀的那位 他就是生在 哈萨克斯坦的车臣的 就是流放者的后代 这些人是 一旦要选择跟你为敌 他绝不妥行 怎么说他打不服 死不明目来赌 对 我觉得当然 原来俄罗斯的 整个的政策上 民族政策上 也稍微有一些问题 俄罗斯人比较极端 选事的时候 要不就对你特好 大腕 要不说翻脸翻脸 你看原来 其实他19世纪后 就是占领 俄帝国控制了车臣之后 那么在这个二战的时候 德国人当时 齐特勒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石油 他整个 一年的这个战略石油 大概要900万吨 但是他就开始用储备了 怎么办 打高加索 就高加索有一个 八库油田 高加索是个通道 那么回过头来呢 当时还有一帮人说 打斯大林格勒 讨论半天就俩一块打 其实后来德国人后悔 当天要打一个打下来了 后来就打了斯大林格勒 就是斯大林格勒一蛇呢 这个供给线就完了 高加索也没打下来 但是他们在高加索的时候 研究了车臣民族 给车臣民族的这些部族的首领 很多钱 很多枪 让他们去打苏联人 后来斯大林 当打完了 斯大林就把这些人牵走了 好像是100多万 对 这各民族牵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 中亚 就是哈萨克斯坦 然后赫鲁小湖上台之后 再把这100多万人中 剩下的那些和他们生的孩子 全部再牵回来 就产生一个问题 车臣人被牵走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这个车臣 已经被俄罗斯这些移民住进去了 房子地啊 这个包括庄稼 牲口什么的都有了 再车回来之后 就好粒都被炸了 好粒都被炸了 那么赫鲁小夫又做的比较过火 俄罗斯族得给车臣族腾房子 向车臣人道歉 道歉的结果就是 你歉也到了 他的房子也拿回来之后 他开始恨你 这是没办法的 因为你上二他十几年 光靠一句说道歉 我把房子还给你 这个是不能算完的 所以从六四年开始 车臣就一直没有安静过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一个 就是说历史不能假设 那如果赫鲁小夫 当时不做这个决定 今天所有车臣的问题 全是哈克斯坦的问题 他就不是俄罗斯的问题 这瞎话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说这个一个民族啊 他要是有一帮这个死士 你在现代社会的状况下 很难对付 我觉得中国人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其实中国跟过去的一些少数民族之间 少数民族入侵 就是汉族原来的也不是一次两次 历史上很多朝代啊 咱们你比如元朝来了 咱们给他唱圆曲啊 慢慢就童话 包括满族 你看清朝 后来那些几个皇帝 不都后来都开始学 琴棋书画 就是汉族的这些文化传统 农公民族的文化传统 俄罗斯呢 他这个本身带有点游牧色彩 和这个车臣的这个游牧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双方做事都比较 就幅度比较大 做事的话 其实任何一个大国 在所谓的帝国 比如中华也有帝国 这个俄罗斯也是帝国 当你在拓江 就是开江拓土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些少数民族 但是去怎么对待这些少数民族 这要精打细算 因为别人都惦记你 你像当年德国人惦记车臣这块地方 现在英国人 什么那个 就是跟俄罗斯作对的 美国人甚至啊 咱们你看新疆西藏 对吧 后边也都有人 当年美国人给西藏达赖投枪 都都做得很细的 他都投的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 对 四十六港起防军的时候嘛 那都是英制武器 对 他就怕中国赖他 飞不到他身上 都做得很 就是说这 如果说一个大国 是一个鸡蛋的话 这些地方都是可能出缝的地方 你知道吧 因为老有人围着你这个鸡蛋 有没有缝 是是是 所以你就得非常好的 无论用你的文化 你的什么东西 你的经济 来去把这 这些缝给溺住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俄罗斯车臣这个问题啊 你就咱就想到 这个冤冤相报 何时了 仇恨一旦结下 现在应该说 这个普京政府 在拿出什么新办法 起来 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已经很小了 就这个仗已经打下到 就是说双方有一种 血海深仇在里边 那么这就是一个 非黑几百的认同 再加上总有一帮人 在那扇风点火 我们知道以前杜达耶夫时代 车臣人是不太讲究 宗教信仰的 他讲的是民族问题 对 这是车臣人的问题 而今天现在这个 车臣人这方面 已经开始公开喊口号 我们要建立一个 沙利亚国家 欢迎所有的阿拉伯游击战士 到我这来 把你把这变成 第二个塔利班的 这个控制区 这种情况 也联合一下 对 因为这种 那么09年的时候 本拉当也出来 那么09年1月的时候 本拉当录音讲话 录音讲话 就说了 那要支持 车臣人的这个 解放斗争 实际上 今天在阿富汗的塔利班 历史上没有什么 相互亲近的感觉 但是反恐战争 打了八年 在外高架所也打 在阿富汗也打 你现在把这两伙人 给打在一块 那么这两本人 本来这两伙人 其实觉得说 无可无不可的 那么甚至还有一批 车臣的这个士兵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 是苏联军队的 武装力量的成员 实际上他们去过阿富汗 但是是以那边的人 这个身份去的 但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非常非常大 而且就说是 不知道是不是串通好的 这个全世界 跟你有点遥相呼应 最近刚刚说 这个本拉登吗 是发表什么 74秒的讲话 说你美国要敢 处决911手范 我这就处决你美国人 对 好家伙 因为车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海林说的 有很多人实际上 是参加苏军 受过 他们很了解苏联 俄军的作战方式 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 而且那些炸药 那些东西 他都有 就是他本来就是战士 就是在苏军里服役 怎么配炸药 咱们这么说 怎么配雷管 有很多的这些技术 他们比塔利班高级多了 哎呦 所以这个 这像战士民族 塔利班的一些人 被服役以后 也供述说 这个在塔利班的 外国志愿者当中 车臣人的战斗力最强 那么什么人的战斗力最强呢 这个很好笑 阿拉伯人 对啊 因为他们出钱出的最多 出力就想少出点 对 所以这个车臣人 他没有钱可出 他只有力 而且还有一个 他们对两面的游击战 都非常了解 打正规战是打不过 但是练点这个 其实为什么 就是说第一次车臣战争 和俄罗斯军队打得那么困难 这个不是说正规军打恐怖分子 是正规军打正规军 因为车臣的武装力量 直接是从苏联的军队中 转过来的 他们只不过是苏军中的 车臣族而已 那这些人跟对面的 俄罗斯军队来说 没有任何差别 只是他们不凶狠 因为他的目标更明确 其实现在美国人倒是 稍微收了点 你比如在阿富汗 现在他讲的就交战规则了 那个无人机也不敢乱炸了 他也知道这些人 你越弄 最后那边阿富汗也出黑寡妇了 对 也出黑寡妇 当时苏军是 因为就像海力说的 那些车臣人都是狙击手 打得特别重 后来苏军没办法 那边只要打一枪 这边直接就火箭 就哐了一下 就把整个屋子端了 就伤了平民 对 这个确实有 就是交战规则上 苏军早期在对车臣作战的时候 确实有这问题 但是我看 以俄罗斯的这种民族性格 他们对车臣还是 就是要夜魂 那最好都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